凡大师今天带大家看的社区是位于Ockville橡树镇中最富盛名的富人区East Lake 也就是华人所说的东湖区 在开始之前不要忘记点击视频下方订阅按钮哦 先来看看Ockville橡树镇 橡树镇在地产界有个别名叫做CEO之城 里面住的不是CEO就是达官显贵 妥妥的富人区 而且是历史悠久的富人区 一百多年前就被精心打造成贵族庄园 2019年约有居民20万 其中超过80%为中产阶级 不仅居民家庭年收入在全加拿大都能排上名 人文素质也是非常高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率 多年来也一直居全国最高之列 这样出色的城市环境 近年来也吸引了大量富裕的新移民 咱们今天看的富人区East Lake呢 就位于Ockville最东边 再往东就是密西沙家市 南部尽量大略湖畔 这地理位置不仅能享受豪华湖景房 交通也是非常便利 在Ockville内设有三个构成station 东部的Cluxon 中部的Ockville 和西部的Bronty 高速公路QEW 403和407 从社区中常过 去哪里都非常方便 East Lake 街区内三条南北向主路分别为 Fall Drive Maple Grove Drive Morrison Road 以Maple Grove Drive为界 可分为西部的Morrison区和东部的Fall区 说到富人区 什么是真正的富人区呢 就是树比房子高 院子比房子大 洗手间比卧室多 车位比房间多 在East Lake社区里 你就能看到这样的景象 树比房子高 院子比房子大 街道旁是餐厅古墓 绿树成荫 郁郁葱葱 这里没有公寓和Townhouse 最多的房屋是30年以上的Bungalow 而且密度非常低 邻里之间有很长的距离 独立屋占地面积非常大 院子的面积都是房屋的10倍之多 家家户户都有超大后院和游泳池 而且还有很多接近一个鹦鹉的豪宅 啊不 甚至不能称之为豪宅 应该叫做庄园了 这里96%的居民拥有自己的房产物业 租客只占4% 因为房屋占地极大 如果想未来房间也非常有潜力 在社区中你能发现很多旧房子被推倒 遍布房间的豪宅 设计各有特色 East Lake真是富人城中的富人区 而且里面最最最值钱的是盐湖豪宅 由于East Lake南部济临安大略湖畔 这些豪宅的主人还往往拥有自己的私人游艇或帆船 一到节假日 他们的一大休闲就是扬帆起航 虚昂大略湖上 驾着自己的游艇 感受湖光风景 我们可以打开房大师App看一下社区房价 可以看到 在这里房屋大都是100到200万 在安全的地产界里 越靠近湖边 地段越值钱 上千万的湖景豪宅比比皆是 从家里窗户往外看 就能看到蔚蓝色的湖面 出门在盐湖小道上散步 沐浴阳光 感受鸟语花香 正是贵族般的享受啊 看到这儿 小边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嫉妒的泪水 再来看看社区内的环境 East Lake多年来被评为 加拿大最适合居住社区的前几名 走在East Lake里 最大的感受就是安静 除了在湖边能听到震震水声 整个社区几乎没有噪声 这是因为社区里数目太多 太大 街道旁边的百年古墓高耸入云 沾染了一百多年来的贵族气息 社区内环境非常优美 到处都是公园和走道 溪流与绿地围绕其间 自动向西 包括以下这些走道和公园 社区沿岸大六湖共四个湖边公园 其中最大的是Garlic Gardens 占地11.4英亩 内部包括一个艺术馆 是放松 赏景 举办结婚仪式的理想之地 公园里鸟语花香 植物生机勃勃 走道两旁树木浴浴匆 陪同爱人和孩子一起去公园散散步 在这里生活 真是让人充分享受大自然独特的美景 堪称追求优质生活的典范 唉 想想每天都听不到汽车的轰鸣声 和人流的吵闹声 也是住在这里的富人们的烦恼的 社区内生活设施也很完善 设有商场Ockville Place 和购物中心 Maple Grove Village 药店 宠物店 牙医诊所 超市 一样俱全 富人区还有一个特点 就在于食品是否有机 这里不会有很多 麦当劳肯德基这种快餐店 为了提供健康的有机食品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 加拿大主打有机招牌的Solbiz 价格虽然偏高 但是食材新鲜健康 大约10分钟的车程 就是Hofo Market 超市街的爱马仕 白富美 啊 在这里的所有产品 从食品到日用品 甚至衣物都是有机的 价格也是非常高 食物品质也非常好 极其适合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土豪们 社区内还设有多的高尔夫俱乐部 和冰球产地 包括Maple Groove Arena 互动中心 和世界最大的冰球场之一的Kellin Esports 网球场 棒球场 足球场 儿童乐园 遍布整个社区 室内室外都有 夏天在户外 冬天在场馆内 热爱运动的你一定不要错过 社区治安非常好 居民生活富裕 安居乐业 犯罪率极低 这是因为这里的居民 都是高收入高学历人群 East Lake居民家庭年收入是普通加拿大家庭的三倍之多 他们中有超过58%的人拥有大专或大学学历 另外还有10%有硕士以上的学历 多数居民是从事商业 金融 教育 医疗 艺术 等高级管理工作 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口是中老年人 这样的人口构成令整个社区节奏舒缓 显得格外的悠然自得 此外这里的居民大多数为本地加拿大人及欧洲移民 华人比例低于5% 在这样优秀的英语环境中 英文水平立马提高一个level East Lake社区同时还是优秀的学区 这里有Ockville Trafalgar公立高中 这个是令无数家长向往的百年老校 不少富裕的家长专门为了子女的教育搬来这里 从方大市场可以看到 2019年Ockville Trafalgar高中飞沙排名 Ockville第一名 Anson第七名 中小学包括Maple Grove 和New Central 上映小学人EG James 相比于公立学校 很多有钱人更想把孩子送进私校 East Lake里也是私校林立 如McCalley College Cheson Oakdale高中等等 不仅重视学习 学校内还开设多个体育运动项目和俱乐部 帮助学生得智体全面发展 主义的英语环境和教育资源 近年来吸引了很多富裕的中国移民来此 总的来说East Lake社区最大的特点就是富裕宁静 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 这里或许就是你的室外桃源 你喜欢这个社区吗 留下你的赞和评论 加拿大最大华人找房买房平台 找房就用房大师 如果你想了解加拿大更多的社区 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YouTube频道哦